作为世界上第一台大载微人台镜头的手机 而且你看 翻过来看这颗镜头 真的看到它在里面动了 可以很明显看到 即使手持拍摄 跑起来或者转身啊 这些画面都很稳定很顺 如果是手持拍摄 要维持半秒的曝光时间 不让照片糊掉 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而它竟然可以一秒 这是最大的看点 就是这个 万物追踪技术 HELLO 我是AMY 上个星期我就有做了一期 关于Vivo X50的开箱视频 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Vivo的另一台5G手机 也就是X50系列里面的Pro级别新机 Vivo X50 Pro 从这台手机上面 就可以看到Vivo对于打造设计 还有影像旗舰的决心 为什么这样讲咧 今天这期视频 跟大家好好聊聊这部手机 第一个 就来聊一下外观设计 毕竟第一眼看手机 它好不好看 手感好不好 是很多人在选择手机的时候 最在意的一个point来的 而在Vivo X50 Pro上面 我觉得它走一个比较沉稳的路线 背面采用AG磨砂工艺 摸起来滑滑的 又不大会沾指纹 来到马来西亚的就只有一款配色 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个黑镜 银灰色又带一点点蓝 MAT的触感 带有一点点反光 有点像夜空那种很深邃的感觉 满有旗舰手机那种premium的feel 机身上面这排有一个小设计 有一排用雷射雕刻的 5G Professional Photography的字眼 满有个性的 好像Chocker这样子 光是讲 这个Chocker未来会给用户做个性化的雷雕 这样子到时候 手机上面就有自己的名字 Rolling Pro先这样 一眼哦 后视镜头的排阵 我觉得满有巧思的 Vivo X50 Pro它是自带维云台的 而这个自带维云台的主镜头就有一点点厚也比较大 如果还一次过把四颗镜头装进一样厚度的模组里面 它就会一整片这样子看起来有一点大有一点土 加上四颗镜头大小都不太一样的情况下 因为它要排列的好看也是不满 但是这个没有难倒Vivo 它这一次的排列是有名堂的 叫做双色云阶设计 好像大中小排好队这样子的 第一层最高的就是微云台主色咯 下面分别就是人像和广角镜头 再下一届就是这颗四方形的浅望式长焦镜头 再在下一届就是手机被盖了 它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层过度下去 视觉上效果就会看起来镜头模组没有那么高 也看起来更有层次感一点 另外Vivo X50 Pro在重量和体积的部分控制到很好一下 你看啊里面装了一个微云台主色 又加了浅望式的变焦镜头 还会搭载了4315毫安的电池 支持33瓦快充 它重量也就是181.5克 8.04mm的厚度罢了 虽然是没有X50那么轻薄 但在无局手机里面也算是数一数二了的 而镜头模组的部分 主镜头搭载Sony的48MP IMX598传感器 自带微云台 另外三颗镜头是13AP人像 8MP超广角加微距 还有8MP的潜望式长家镜头 作为世界上第一台搭载了微云台镜头的手机 它的防抖表现跟我们常见的OS EIS比 会相对的稳定很多 但除了影片防抖的效果之外 这个微云台的结构在拍照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你看 翻过来看这颗镜头真的看到它在里面动了 好像装了一个防抖的拍摄手柄进去这样 立马治好你每次拍照手抖的问题 作为第一台搭载微云台镜头的手机 它就不难发现说 Vivo要在影像拍摄这地方有很大的突破 但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来测试它的防抖效果怎么样 至于和我们手机每次看到的OS EIS防抖比较起来 它效果怎样勒 我们来示范一下 X50的OS防抖 还有X50 Pro的微云台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差别在那里 其实OS防抖表现已经蛮稳定了 不过比较起来Vivo X50 Pro微云台拍的画面 就可以看得出防抖的效果更胜一筹 可以很明显看到即使手持拍摄 跑起来或者转身这些画面都很稳定很盛 也不会因为跑上跑下体积造成很大的画面晃动 总的来讲 这个微云台的表现真的是有surprise到我 像以后如果你要拍Vlog什么的 手持拍摄就可以拍到蛮稳定的画面了 除了这个视频拍摄的部分 它有一个功能叫做AutoZoom电影运镜 它就是配合X50 Pro的电影人像 还有五轴Vis视频防抖 然后就可以让你变成电影大师 哎呀我去一边示范一边跟你解释 首先点这个AutoZoom电影对焦模式 它就会出现超广角的视频画面 OK 录 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你要拍的主体 是这个 这样你就点下去画面里的主体 看到有一个框嘛 它就会从超广角的景 Zoom到中景的画面 然后你移动画面的时候 你要拍的那个主体 就会一直维持在这个框框的中间 你看出来的结果 是从超广角 Zoom到那个框里面的画面的 这种片段是不是很常在那种 很有feel的Vlog里面看到咧 所以我想要再try的一个东西 就是哦它已经focus我了哦 然后我这样走去住子后面 躲住再出来看会不会再自动找到我 走 画手回来我觉得有一点其实蛮有趣的 Vivo X50 Pro上面的微云台防抖效果 本来就蛮不错的 要拍这类运镜效果 肯定是绰绰有余 那当然还是要一点摄影底子的人才可以办得到 像是我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Zoom电影运镜的功能 就完全简化了这些过程 谁都可以拍得到 反正我只要边走边拍的时候 确保这个人物大致有在画面里面 我就可以拍到一个很有feel的运镜效果了 但有一点比较可惜的是 在这个模式底下 它支持最高1080p的视频拍摄 所以它的成片是从1080p的视频crop出来的 那画质的部分就有一点点不尽人意 但我觉得这个功能整体的概念是很好的 它的运镜也很顺 防抖的效果也蛮好的 很稳定 然后期待Vivo接下来在这个功能的画质部分 有再提升一点点 每个人就可以跟成这样一大师了咯 在拍照的部分 我觉得Vivo X50 Pro它这次最大的看点 就是这个 万物追踪技术 它的智能追焦很灵敏很强 不管你是动物啊还是人还是物体 你只要点一下画面 它这个追焦的框框 就会一直跟着你了 比如讲这个画面 你看这只鸟那么小 它都可以追焦得到 我不讲的话 你是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鸟咧 点一下 点一下 OK追焦的框框有了 不管是我走来走去或者是镜头画面怎样移动 它都会一直跟着主体 哈哈哈哈哈哈 官方号称你出画三秒内再出现 它还是可以持续追焦的 哎 可以耶 而且它重新追焦回主体的时候是很快的 会像有时候我们用其他手机拍的时候 会一直lost focus 画面一直萌萌对焦不到 夜拍部分 Vivo X50 Pro它支持超级夜景4.0 再配合主镜头的IMX59霸感器 还有F1.6到光圈 在低光拍摄下 它暗出的细节处理也蛮好的 夜拍的时候 手持Tri-Post Mode 就算后着比较长的时间 也不会因为手抖 影响成片的效果 而且开启Tri-Post Mode拍摄夜景 很明显看到光的细节处理 做得更好更清晰一点 而在微云台的加持下 就算是全手动Pro Mode 手持长曝光拍摄 都有蛮稳定的表现 这样我们就用1分之1秒 1分之1秒 和1秒 来进行长曝光的夜景拍摄 OK 如果是对摄影有一点概念的朋友们 你们都知道 如果是手持拍摄 要维持半秒的曝光时间 不让照片糊掉 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而它 竟然可以1秒 这样子的夜拍效果 手抖的你们 你觉得OK吗 除此之外 镜头部分搭载的前望式长假镜头 可以支持最高60倍数码变角 像是我在公园拍的这棵树 是不是觉得就像随手拍的风景照 你zoom一看就会发现有一只鹤站在那里 是鹤吗 鹤会站在树上的吗 还是鸟哦 有这样大的吗 到底是谁 朋友们可以帮我解答吗 超广角拍公园的风景 2倍拍树 5倍隐隐约约看到树上有东西 60倍拍到的这只鹤 从超广角的焦段下 是不是完全没有发现到它咧 可是 对我来讲 变角最实用的时候 就是你和朋友去到餐厅吃饭 问员工WiFi密码是什么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讲 是远方墙壁上面一小张子 写着WiFi密码 谁看得到哦 又懒惰自己走过去看 这个时候我就会拿手机出来zoom in 就看到了咯 其实很有用 和Vivo X50相比之下 为了实现这个最高60倍超级变角 他就舍弃了独立的微距镜头 把超广角和微距镜头结合起来 虽然是实现不了X50上面的1.5cm Fixed Macro拍摄 不过X50Pro上面的Super Macro Lens 也可以拍摄到2.5cm的近距离微距 构图上面虽然是没有X50那么震撼 不过细节的部分放大来看 X50Pro整体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 人下拍摄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调整背景区画的程度 真的是很加分的一点 可以跟着拍摄背景或者距离 自己调要背景清晰一点还是梦幻一点 它的精神效果就有从F16到最萌F0.95 我们来拍一下同一个角度的人像 哪一个效果最好看 我觉得差不多在F2.0的光学效果 拍出来最美叻 虚化到很自然 像是我的边边这边的细节 处理的蛮到位的也蛮干净的 不过后期还是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 进行光圈效果的调整 前置32MP的像素自拍 美颜有 Bokeh可以调 Filter都很美 你看真的是很照片耶 它的美颜可以修很大 可是又不会看起来很假哦 都不用修图了喽 总的来讲 Vivo X50 Pro的拍摄能力很全面 它不会讲说只有指定一个模式下 表现特别出色 每一个镜头之间都配合到刚刚好 每一个模式下拍摄状态都很稳定 接下来 Vivo X50 Pro的屏幕搭载6.56寸的AMOLED 柔性曲面屏 边框都很窄 左上角一个打孔自拍镜头 不太影响观感 看影片遮挡的画面问题也不大 在配合90Hz的刷新率加持 整体视觉体验还是很出色 Vivo X50 Pro运行基于Android 10的 Funtouch OS 10.5系统 这一代系统的升级 我觉得就是整体看起来更整洁 然后在动画的视觉体验又更优化了一点 比如讲指纹解锁 面部解锁和充电这些的 都有几种动画给你搭配 自己喜欢的手机界面 搭载Zedragon 765G处理器 适配双模5G 支持NFT 在取存组合的部分支持8GB RAM-256GB ROM 好啦 综合影像的分享 我个人觉得这一次Vivo X50 Pro是很有诚意的 因为它这个微云台的防抖 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基于这个微云台 在其他的摄影模式里面表现也很素色 你们呢 一个降到颜值 又有旗舰影像能力的Vivo X50 Pro 配上这个售价 你们觉得OK吗?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订阅Gadget还有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啦 我是Sing Gadget的Amy 下个影片见 拜拜